英文科卷一閱讀理解 考生需要在短時間內閱讀長文去解答問題 到底哪些題目令考生容易犯錯 如何避免待入失分的陷阱 今集請來英文科導師Alan 和大家拆解不同題型的作答技巧 另外亦會分享一些Tips 幫助考生溫習 Hello Alan 你好 David 你好 今集講英文科卷一 不少考生都會花大量時間 去準備英文科考試 不如跟我們講講 近年卷一的MC題 有甚麼出題的趨勢 哪些題型是常見常考的 講到MC題 MC題考得近年來越來越深 通常簡單一點的題目 可能反而需要考生寫多些東西 越寫得少東西的越調轉 所以MC題近年來都是較為問的字眼 是較為間接 未必會與原文相同 再加上答案亦是幾個的意識相近 其實講到MC題 大家一定要分清楚哪種題型 是用這種方法去答的 不妨大家看看這型的光幕 其中一種叫段落主子題 如果這款推出的數量 今年應該不會太多 我認為段落主子題推出的數量 多的是哪裏呢 就是在Matching 但如果它在MC出現的時候 大家一定要掌握主子句在哪裏 再研究多一點深入一點 還有可能將這條題目稍後回答 甚麼是稍後回答呢 如果那個段落主子是問第一段 但第一段同時間可能有其他不同的題目 先回答其他題目 接著再回答那一條 你會對段落的意思掌握得更多 自然就會更加準確 另外有條題目就是一天推出一天不推出 好像在說廢話一樣 但真的就是文章的標題問題 如果是的話 通常在最後的題目會有一題 或者這些題目也不一定 我相信大家都自然地會壓續答 做了這麼多題目 其實你應該對文章有充分的了解 但穩陣一點 如果時間容許的話 最好再看多一次文章的頭尾段一次 去確認哪個才是最準確的答案 另外一種出很多次 同學可能會看少的是一些細節題 其實細節題可以出得很深 因為答案裡面顯示的英文字眼 跟我們原文那裡未必是完全一樣 它只不過是用同樣的意思去寫出來 所以大家要更加深入了解每一個答案裡面 他們的意義何在 不要只看字面 很多時候字面那些字跟文章一樣的話 未必是答案 另外一種就是推斷題 所謂推斷題 很多時候可能是不那麼直接 他問的時候可能問究竟那個劇本裡面 那個主角做甚麼 砍一砍一砍一砍 當然可能文章未必是劇本 但他可能是問另一樣東西 就是做甚麼 作者會有這個反應 大家要深入了解之後再想清楚 他是暗示甚麼 態度題也很重要 如果出態度題 其實你不太熟 很多時候可能是你事前準備不足 態度題很多時候就是四個答案裡面 都是一些形容詞 如果這些形容詞有些同學 可能是不懂解的時候 如果有一個不懂解 也不要緊 一個不懂解 看看另外三個懂解的是不是答案 不是就選擇不懂解我 但如果有兩個不懂解 就麻煩了 所以大家應該是事前多溫度 關於態度的形容詞 以及考核可能分清楚 誰是正面誰是負面 感受一下文章那陣微 或者說相關的部分的氛圍 究竟正面還是負面再去細分 究竟誰是正確答案 另外還有兩種 但這兩種我覺得都算是適微 雖然會有存在 但多了問一些填寫答案的地方 就多於MC 一種是生字題 另一種是代名字題 這些都是要大家好好的事先準備 不過你準備的話 最主要都是不要課MC 我認為如果一條短答 你答得到的 他給選擇你 你不會不會選擇 我相信MC題大概注意這些 同學們記住 Alan給我們這些提示 另外Summary course 這一類的題目 這一類的題型 考驗學生的文章 以及一些文章的理解 回答這些題目的時候 有什麼技巧要留意 一提起這個題型 我立即會為各位同學苦笑 因為在座的各位同學 在看這段影片的期間 應該是水深火熱 還有很短的時間 就考驗你整份PaperOne 最差的地方 肯定是這個題型 都有些tips給大家 如果你做過一刻 首先一定要不厭其煩地 看清楚在題目指引裡面 三個資訊 第一就是究竟第幾段 第二 這個近年你要真的看清楚一點 就是每一個空格 究竟容許你填多少個字 因為近年來都會有一兩份 Summary course 它是會 不是只說一個洞一個字 有些人是沒有看清楚 想著每一個空格 空間都是只填一個字 而可能是想不到正確答案 應該怎麼處理 第三件事更加重要 有兩個字經常在題目指引 最尾裡面出現 就叫做grammatically correct grammatically correct 如果有這兩個字 叫你的答案緊記要grammatically correct 代表著你的答案 未必是全部這麼多的題目 都是可以從文中直抄 下去就做答案 但是反過來 如果沒有了這兩個字 首先一件事 沒有了這兩個字 是否代表著你的文法不對的字 填下去是對的呢 當然不是 但是這就是整份的填充 可以將文章的字眼 直接抄到空格的暗示 這個潛規則潛台詞 大家要留意 即是有沒有grammatically correct的題目 這是很重要的 另外大家做的事 記得先看題目 即是看question answer book 填充的環境 一來 David Sir剛才你也問我 這個題型是summary clause 我們填的是summary 運用文章裡面 他不會運用全部的 我們只是針對我們的summary 究竟是甚麼範圍去做 另外就是 他答題的次序 未必是跟回文章 意思出現的次序 不是一致的 所以一定是先看了題目 而在題目期間 你見到一些key words 就選了 你說甚麼是key words 一般就是 大家的字 通常是一些名稱 數目 數目不要選了之後 想著旁邊有個數目 通常旁邊不是那個數目 但有一個相關的字眼 例如他可能是thirteen minutes 但旁邊是half hour 當然不是那麼淺 但逢是數目出現 通常都有這些情況 另外一些 就是較為專門的字 或者我們統稱為心字 其實未必是心字 即是可能是很專門 只是那個主題才會出現的字 這樣也要選擇 另外一個很重要 也要選擇的 就是答案附近那些英文字 因為你稍後猜 文法究竟怎樣去操作 以及究竟我哪個意思 在那個原文的附近 都是很靠那個位置 加上一些key words 畫到花了整個question answer book 以及可能猜一下有甚麼詞性 如果知道那個孔孔 一早就應該有一個s加定 那些之後 才好看原文 自然你看原文的時候 一直看那時候 究竟大概哪個位置是搭哪個分 就浮出來 有些同學 連這個感覺都沒有 因為他對question answer book 都未了解得深 他根本看原文的時候 是不會說有這個感覺 當然我們都要穩之筆降低 很多同學 我發覺他可能補習 或者說在學校和老師對卷的時候 是真的畫到粉卷花了 但是turn out 他真的去考的時候 空白一片 summary close 真的不要這樣 因為你要降到花了之後 再慢慢細緻每一條 對著相關位置 兩邊研究 兩邊慢慢思考 深思熟慮填的答案 這也牽涉了我們第四個步驟 也是最終極的步驟 填的答案下去 填的答案下去 我不認為是 write your answer 那麼簡單 是confirm 是因為你的答案 是要文法完全是符合 你question 是不是語言環境才是有分的 譬如你應該填名詞的時候 就馬上要考慮 加不加s 還是不用呢 還是加es 形容詞 雖然十居其九 都是應該直抄 但是有少數的機會 可能要加入er位est 那你又要想一想 雖然萬宗無一 但如果想一想 那一題就是我對 其他考心不對 你就好著數 最繁複 最要心思熟慮的 一定是動詞 動詞就麻煩了 又要想 加不加s 加不加es 加不加ed 加不加ing 加不加國外分詞 會不會想了整大輪 原來 找自己扮 原來是這樣寫 一個bare infinitive 就可以了 你也要想 如果你平日操卷 那時候 剩下不太多時間 你用回這個方法 雖然可能你會比平日 花更多時間 去完成那份卷 但是進步空間最大的 那個部分 其實現在就是填充 全香港考生 最表現差就是這一份 進步空間自然它是最大 所以大家真的要 注意一下這方面 OK 同學就花多時間去審問這個題目 也要做好 剛剛Ellen教我們一些基本功 大家可以試試 有另外 卷一 必出一些True Force Not Given 這些題目 難倒不少的考生 應該怎樣去選擇這些正確答案 避免失分 有什麼技巧可以教我們 我其實聽過某些同學說一些很特別的想法 他就覺得這種題目不算難 為什麼呢 他理他就是 中文更瘋 中文更變態 在這方面 所以其實如果大家是做開香港DSE的中文科的類似題目 其實這種算是較為輕輕 但仍然有錯的原因 可能有時候大家是轉牛角尖 其實什麼叫True 什麼叫Force 什麼叫Not Given 我給大家多一個指引 True不是說那個答案是正確 而是它說的意思是跟原文一致 亦都代表著 它的Statement 其實就是代表在原文所說的一個Fact 一個事實 換言之就是什麼呢 他考的時候 他擺明 他是不會用同樣的差不多的用字 在旁邊給你 跟著益給你 送一分給你 所以大家如果有時候看到 原文和Statement的句子 近乎寫法用字什麼都一樣 首先要不斷懷疑自己 會不會真是True 會不會真是True 如果經過一番懷疑 你仍然覺得True 你才選擇 否則一般都不是 另外Force 大家留意 除了它是指相反之外 代表著有證據證實它錯 所以留意 說到Force是這樣的定義的時候 大家做Not Given 就會知道 不是那件事完全沒有提及 那件事通常有提及 如果不是它怎麼考你呢 它看上去好像有提及到 但是仍然要選一個答案 這個答案是代表著 在原文沒有一個充分的證據 證實它對還是錯 沒有充分的證據證實它對還是錯 所以也代表著 Not Given是一個 從原文意思裡推斷出來的一個格局 所以大家先分清楚這個定義 另外近年來我看到一個趨勢 就是總會True Force Not Given 是會有一些證據牽涉比較具 比較式 即是可能有more有less 那些 大家這隻盡量 其實盡量多些分 我覺得好淺 原因何在呢 你只要把兩個個體 即是比較 譬如我說 芝加哥人口高於莫斯科 True Force Not Given 你可能在旁邊寫下芝加哥 另外一支旁邊寫著莫斯科 然後寫一些數學符號 即是大個小個等於等於 然後看原文相關部分 然後你都是做一個筆記 芝加哥和莫斯科 然後再就著你理解寫個符號 寫到不一樣的就false 寫到一樣就true 寫不到符號也有機會 寫不到就not given 因為什麼叫沒有證據 即是根本它大個小個 還是等於都無從稽考 所以如果你遇到 這個比較題的true force not given 而你又這麼有幸 看到這段片 這麼懂得看明報的節目 那你就有好處 因為你今天聽到這分 就會令到你那些分 就適合了 OK 同學記得Alan 所講教大家的技巧 可能回答這個題的時候 看看剛才他說的重點出來 你又看看閱讀理解的文章 可能一些閱讀理解的文章 比較長 怎樣可以更快的了解一些內容 掌握這個文意 可不可以和我們分享一些審題 測題的技巧 怎樣答題 可以更準確的準程度高一點呢 首先大家要有一個心理準備 就是誤識的字是一定會存在的 即使你是一個有潛質 拿五星星的同學 誤識的字也會存在 或者識的字 都是和你認知的解釋 是不一樣的 如果你有這個的預期 你就沒有那麼恐懼一些深的文章 很簡單 去年的Be True 那個Passages 非常之出名 Michelle Obama的一個自傳 當中其實那篇文章 就並不是太過深奧 如果只是講文章而言 但就是那些題目 是較為間接和刁鑽 很牽涉大家要懂得審題 所以就難到大家 所以大家看題目那時候 真的要留意著 第一就是那個題目字眼 令到你就知道 你看的時候的思想是用什麼角度 或者就是你寫過的時候 是用什麼方法去演繹 我舉個例子 一題題目 如果問一個原因 Why 的時候 其實可能回答的時候 可能是找回相關的位置 然後直接找到原因 可能加一點點演繹 譬如代名詞 抗括名詞 去到寫清楚 就已經可以了 但如果答案 他問的 他不是只問Why 他是問 那件事 suggest about什麼 那件事 tells us about什麼 那件事 imply什麼 或者那件事 show到什麼 或者去年也有好幾題 用這個字 Display什麼 這個就牽涉 你要進一步 將它演繹 因為剛才我講的那些字 不是解暗示 而是解意味著 他問你意味著什麼 換言之 不是我文中看那些字 就這樣就能夠 他那些字的意味 是什麼 你可能當你的讀者 是小學生 意味著什麼 你要解釋到 就是非常非常淺白 而簡單 你可能事後 見到Marking Team 是猜不到 原來這麼簡單 就答不到 因為他就是 想著問你 怎樣把它寫到 有這麼淺 得這麼淺 所以大家 某些字眼 你應該要多些看 究竟那條題目 是有沒有存在 這些類似的英文字 還有我自己覺得 大家也有一個審題 是膚淺和簡單的很交關 它給你們答題空間多少 其實通常Marking Scheme 那個答案 是那個空間的一半左右 譬如它給你兩行 如果你說 你寫到一個 和Marking Scheme相近的答案 可能寫一行 另一行什麼都沒有寫 你是不用擔心 但是當然 以一個 穩陣起見的考法去計 那個學生未必會這麼勇敢 走去 給兩行 我寫一行就算了 你寫多一點點都可以 但這個也是可以令到你想清楚 究竟你找這麼多東西 是不是真的要這麼多 有時候是 它兩行就真的過分了 你找得 不是那麼多 你應該把它清減 因為它的空間是這麼多 你是不是剪材那裡剪得過了火 所以大家 都可以用一個答題空間去想 其實你應該剪多少材料 從而更加準確 另外 我自己認為大家也要小心 生字題裡面 某兩個字的分別 譬如他問你一個生字題 他有時候問你 What does it mean 或者有時候問你 What is the meaning of 通常那個答案 就是要自己想那個字的意思 用簡單英文再去解釋 但如果那個字 他問你 他問這個字refer to 甚麼 就算那個不是代名詞 是一個生字 他問得refer to 他應該在編文裡面 可以找到一個參考 我不是說百分百 他可以在編文裡面 找到不知道哪個字 抄下去就解釋他 但起碼可以在編文裡面 參考某些意思 去演繹你的答案 所以你也不要少看一個refer to 和mean的分別 就不要說 有的引號引著那個字 又說第幾行問我為什麼 然後就死死地 就只是一條路衝過去去做 真的不要 先想清楚 OK 清楚明白 好了 現在進入最後一個衝刺的階段 考生應該怎樣去溫習 在這個短時間內 想有些進步或者提升 首先說了有些甚麼 不應該用死力去做 先做這個無謂的掙扎 有些學生還會可能想著 溫多幾個生字 令到他可以看閱讀 理解那時候 認識多幾個生字 這件事基本上是大海鬧針 我覺得 我當你很勤力 溫多五百個生字 好嗎 你對作文就可能有些用 但是對閱讀的理解 那五百個生字 會不會到時候 一個都不出 隨時可能會 所以不要想著 用溫生字的角度 令到你可以理解這篇文章 理解多一點 從而高分 因為你剩下的時間不多 反而我認為 首先第一件事 要反省和檢討自己的弱點 這件事是首要做 否則你不知道要溫點甚麼 多一點把那些卷 看回通常是錯哪幾個類型的題目 只是在僅餘的時間 再就著那幾個類型的題目 去針對性操練和加強自己的能力 而不是說 每次都整份卷整份卷 當然有些人少數的 就是我整份卷都弱 那就沒辦法了 是不是 都要全面地提升 但是 大部分 去到這個階段的同學 其實如果想求再高一點的分數 他可能是欠答案精準 例如2月份 3月份 在學校老師幫你補課 和你對回答案的時候 你找答案的位置 和老師告訴你應該是在這裡找的 是沒有分別 都是找那個位置 但是你就是沒有分 就是因為你寫的方法 是不是應該要調整一下 你可能參考Marking Scheme 為什麼我要把答案參考這篇文字 寫成這樣 多些去做這些分析和掩討 然後先去針對性操練 否則有些題目 你不斷合開 你再做多很多次 其實你考過日都是對的 沒什麼用 最重要是自己弱的 可以再增強 Paper 1 我相信就是 要這樣去進步 好 明白 我們都掌握了針對性操練 今天就多謝Alan的分享 想知道其他英文科的 一些避震功量 記住下一條影片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請你按LIKE 分享給你的同學 記得按訂閱 下條影片有的時候 我們會通知你 今集說到這裡 謝謝Alan 和大家拜拜 拜拜